很期待它們會否收拾龍頭 我不收拾了,因為它已經偏離了航道 收拾不回了,龍頭掉了 掉了龍頭 全部暫停賽事,要收拾龍頭 這個鹹鴨蛋厲害,你看那些肉 等我先處理這個 真的完全刷新了我對牛肉的認知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四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車碑 今天我收到社交媒體的消息 今天在車碑沖這裡 是會有龍船比賽的 從九點鐘開始 現在剛好九點,已經開始了 原來幾齊精 它們是競竹賽 這個應該是熱身吧 我猜,剛剛才九點而已 你看,多齊精 然後這裡還有一條船 應該是保障船吧 話說是這樣,今天這個是競竹賽 正如先頭所說 整個活動是早上九點鐘開始 十二點鐘左右結束 會有預賽、初賽和決賽 我們在這裡可能會逗留比較長時間 還有曾經有一次 我直播的時候來過這裡 我很記得 所以我就知道 其實它們排龍舟在前面 我們過去再說吧 好嗎 又跟大家科普一下 在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在廣州 大多數有龍船比賽的地方 都是城中村的 第一 通常城中村附近 都是會圍繞著有河沖的 絕大部分都是 第二 那你村當然要搞些民喻活動 營結一下力量 比較傳統的活動 那排龍舟就最明顯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如果是去看龍舟的話 大多數都是會在村裡見得到的 在我印象中 唯獨只有一個 就是最終的決賽 今星期來近的 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 那些就不是村舉辦 那些是由我們的市政府舉辦 至於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就是車碑附近這幾條村的 村民在這裡組織 在這裡競賽 那根據聲音 應該就是這個方向 沒錯 我在前面都看到有很多熱心市民 在這裡圍著看 先頭我在坐地鐵的時候 也都看到有些阿姨說 哎呀 問地鐵工程員 究竟哪裡有龍舟看 原來就是這裡 不過小問題是 這裡應該過不了去 我可能會在這裡過去吧 看看 看看 再次的地方 我會想聽到 這根據說 我猜它们现在仍在热身中 应该不是一个计时赛 而是需要几条船 放在这儿竞速那种 我们在这儿路仔穿过去 我都走错路了 应该在外边进去 我都认得两个上次 我们经过这儿直播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的地方 也只是用小椅子来看 很厉害 在这儿是会经过他们的祠堂 这是王氏宗池 上次我都有经过的 在这儿过去 这儿就近很多了 河的另一边 可能会有些领导 不知道 我们在这儿看看 这条桥的对面 应该会看得更清楚 我们看看过不过去 很多村民在这儿很踊跃 在这儿欣赏 再谈谈故事 坏说是这样的 我外婆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车碑村要住 因为她住的地方要拆 要重新改造 她就没有办法 在这儿附近找地方住 当时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们要来探望她的老人家 经过 当时我们就看到 他们会把龙洲 埋在河冲底 用泥沙摁住 有个问题 当时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要用泥沙摁住 那时候 真的是第一次认识 龙洲 除了牌外 如何玩 感觉上 这个河道更窄 比前几天 我们去南海 看到那个 就更有传统的气氛 那里 就河道 感觉上 好像 政府举办那种感觉 这些更有传统的味道 另外 大家看到 这里是有境界线的 有些村民说 我都不在这里看 我去对面看 我们先看看这边 因为现在才有九点钟 就有三、四个小时 大把时间了 还有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 飞节隔 所以来看的人 其实并没有想像中多 我现在知道刚才那个椅子 为什么要搭椅子 我就奇怪了 难道搭椅子 坐着在这里看什么 没理由 原来搭椅子 就可以站高一点看 就像他们那样 只恨自己 生得不够高 就像我这些 生得不够高 那是很糟的 老实说 疫情三年 这一项活动 都停办了三年 在去年 我只有在黎芝湾中 看过一次而已 那你说 为什么他们这么热情 是有原因的 再来看见这里 就是之前 他们摆农船的地方 如果我没记错 我婆婆当时住 好像都是在这里附近的 因为我认得这条 直街 哦 真的 这里真的围住 可能对面看好一点 我们再走一走 再走一走 问题不大 似乎前边更为热闹 对不对 话说说 如果是村民 你可以跟他们那些人说 我是村民 我进去 那还是可以的 但如果像我们这些 外来游客 就应该难一点 先走一走 还有一个比较遗险的事情 今天我是没有带龙人机 因为我认为这条 放无人机 可能比较困难 可能违险一点 里面有里面好 里面是清晰一点 但是固定了一个位置 又不能走开 像我们这些 你可以慢慢找到一个好位 对不对 哇 已经开始了 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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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在绕阳 确实要逼进去看 另外今天还好 今天会下雨 但现在还没下 好处就是不太热 我继续找地方放进去 刚才我找到一个位置 但是这里不是冲扇的地方 冲扇的地方在我前面 所以 暂时我认为 应该可能过回对面 还好 哇 接着开始准备放烧炮掌 哇 真的要走开一点 保安哥哥后面应该安全一点 当然烧回来 靓炮掌 最重要 对不对 准备烧炮掌 我再霸到一个靓点的位置 然后 因为还没烧 所以很多街坊市民 走过去对面 有些人走过去 真是搞笑 喂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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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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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星期炮奖 很多人可以在那裏逛逛 一星期炮奖就可以进去 但有问题是要有请柬才可以进去 像我们这些旁边壳 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在里面 我们再换个地方看 我终于找到一个游客位 可以比较近 大家先看看 今次真的算最近 在对面要有湖南 没办法 他们会在这条河道上比赛 大约10分钟左右 第一条船就出发了 正在游戏 是吗 对 哇 厉害 净多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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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失望 这两个船 这两个船 我刚刚看过去 那只 原来他们的比赛方式 都是回路 就是去到桥 然后反过来 两条船 好像都是很接近的 好像近我们这一只 快点 哇 快点 哇 哇 这一只块 是啊 近我们这一只块 哇 那一只船 不行 那一只船不行 哇 是不是很刺激呢 是不是有很多观众呢 上边 哇 真的很卓弱 而且我站在这位置 看得清晰很多 我是可以再去前面 隔一层人 但是就没有看得那么清晰 那个人 又是这边的东西 又是这边的东西 快很多 你看 快成过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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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多远 对啊 整个龙头 这边就 看来差点了 那他们还要回龙 不定到回龙那里 会有些转变呢 对 回龙都追不上 对啊 好 我们就等回龙 看看 一回完龙结果就知道了 我们已经见到 差很远了 你看 已经放远手脚 因为他们还会有 后边的比赛 那他们其实是真的 不用那么尽力的 好 你看 已经看不到后边的船 差整个船位了 哇 超似的 一个船位都未止 三条船啊 哇 这个是车碑 写着 那个是黄布的 好像是 哇 真的刺激 哇 差得远 好像只有一条船 出来 后边第二条船 都看不到 哇 这个是东海啊 上面写着 哇 这个就慢一点了 这些频道 各种都不同 是啊 后边这几位 才会跪着 这个应该没什么原念了 是啊 未掉头都已经是这样了 哦 已经没了堂了 就已经看不到后边 没有船了 刚才已经 你看 都没有放远手脚的 对不对 那可能真的是计时吧 对啊 出力多很多 是啊 出力多很多 哈哈 爬到像我那样了 好耶 精神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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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体育精神了 对不对 好耶 好了 第四轮已经准备开始了 我们已经看了三轮了 第一轮是最刺激的 中间那两轮就实力比较圆住了 不知道这一轮又会怎样了 大家似乎挺期待的 但是呢 还没看到 太多了 对啊 差不多了 好似人的那一轮快点 好似人的那一轮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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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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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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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場 據說是最精彩的一場 那就看看是不是 現在的船已經出發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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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還好 都是近我們這條 快點 哦 快很多 哦 快三個船位 三個人 三四個人 哦 這樣看來都沒有懸念 哇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它是掉了龍頭 喂 這樣就糟了 龍頭掉了 是啊 對哦 現在的龍頭已經少了一咪 唉 這樣就糟了 等下他們會不會回頭 撿回龍頭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掉了 撿回了 很期待 贏就應該贏到了 撿回了 應該撿回了 是啊 應該撿回了 是啊 應該撿回了 那個龍頭這麼快 對啊 要沒有綁緊 要沒有綁緊 好 回趟了 轉趟了 只是撿回了 很期待他們會不會撿回龍頭 又撿回了 不撿了 不撿了 因為它已經偏離了航部 撿不回了 龍頭掉了 好搞笑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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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慢一點 還有龍頭 這個就沒有了個龍頭了 好 那就應該是近我們這條船會贏了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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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位工作人員 就匆匆忙忙 去撿回龍頭 是啊 最重要是撿回龍頭 沒錯 這是什麼 什麼藍天救援隊 那些 要開快艇 去撿回龍頭 才行 現在開帳禮艇 來撿龍頭這艇 哪個龍頭啊 掉了 掉了龍頭 全部暫停賽事 要撿回龍頭 好像看F1 還有橡皮艇 廣東救援龍頭 還在我們這裏上岸 龍頭 撿回龍頭 厲害 真厲害 在這裏過 看看 遠離我們這條快一點 又不是 差不多 看看 遠離我們這條船快一點 看上去 光頭很多出行力打 這個好似 但其實兩隊都差不多 差不多時間 差得不太遠 究竟近我們這條船會發力呢 追不追得回呢 追不追得回呢 嘩 嘩 好棒啊 發力啊 應該應該近我們這條船 發力追得回 差少少 好像還差少少 應該就在這裏過了 嘩 這一組最刺激 快就可能未知快 但是很刺激 如何逆轉 今早的比賽就差不多結束了 下午我也不會繼續留在這裏 因為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和會下雨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故事 因為站在我前面的哥哥仔 他們真的很專業 因為他們是當地村民 我大多數知識都是來自他們身上 他們說我聽見 我就說 第一原來是這樣的 車碑村這裏呢 出名呢 就是叫 有觀眾認到我 說回這裏 核心來了 就是車碑村 出名呢 就是槍手對拳 即使是甚麼意思呢 即使他們 但凡是爬得快的 都是外邊請回來的外援 甚至乎 剛才也是那幾個哥哥仔說 甚至乎 是可以去到全局比賽 都可以拿到成績 我們剛才看到 有些爬快兩三個船位 就是這樣了 然後呢 有部份的船 他們是要專程拿去三水那裏 來改 他們稱之為叫鬼船 好像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複術得正確與北正確 特別快的 但我們作為這些街外人 唐邊殼 真的看過二樓 但真的很好看 後面就真的不繼續 因為我們看到前面 他們是計時賽 因為他們說 最後那兩手都不能扭 這樣都是沒有甚麼機會 尤其大家看到 剛才直播到最後那一輪 前面那幾位靚仔說 為何他們今年的表現這樣 難道讓賽 讓比弟隊 不得而知 他們無法證實 我更加沒有辦法證實 真幸運 霸到那個靚位 現在差不多十一點 我亦都是時候回到附近 地鐵站那邊找些食物 剛好我經過這個黎士廠堂 裡面已經擺滿餐桌 準備中午的龍船飯 我這些都是唐邊殼 遊客當然不能進去 先進去 地理位置 我剛過了東浦小學 其實東浦和車碑兩個很近 我應該是會回去東浦那邊 好像有幾個大商場各種的 你說我對這裏熟不熟 我說熟就騙你 始終沒有辦法 和我們回去龍津路西華路 那些地方 我隨隨便便找到那間 我都知道他吃甚麼好 有甚麼好吃 不過這裏我只能出發去大路 近地鐵站那邊 去到再和大家慢慢說 行了十多分鐘 我們又回到東浦地鐵站這裏附近 據說這裏有幾間 暫光菜都不錯 甚麼暫光鴨仔飯店那些 好實說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吃這裏 但我聽說他們很出名 既然來到 看看找不找到 我猜應該在對面這一堆的 粵廚鵝仔雞 這個先戴著 前面就見到 已經暫光鴨仔飯 就是那裏了 嘗嘗靚的東西 或者我會改觀 就好像小時候那樣 我小時候是不喜歡吃榴槤的 即是未吃過那種 一直都不喜歡吃 這樣 當吃到第一次 第一次吃得很好 那就愛上了 會不會這個挺好的 嘗嘗它 剛剛好11點 嘗嘗 就是這間 但看上去 又好像 走多兩步先 因為肯定不止這一間 我們走到前面 看多兩眼 就是這樣 這間好像還有幾間都不錯 應該我猜 這邊很輕吃這種食物吧 對面又見到有殺豬粉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甚麼殺豬粉 應該是湖南菜來的 如果我搞錯 再走前一點 我又見到武漢熱乾麵 華輝拉腸 我先生 那我就會在這一堆的店裡 選一間 如果都沒有甚麼特別的話 就回去吃鴨仔飯 看怕都沒有了 我 就這樣回去吃鴨仔飯 就是這個白切鴨飯 這個最吸引 嘩 你又流油了 這個鹹鴨蛋厲害 你看那些油 嘩 等我先處理這個 你們是怎樣吃這種美食的 用筷子滑出來 應該都是這樣 那些油 先說一下價錢 鹹鴨蛋 三元雞 然後白切鵝飯便便宜了 十五元 三元雞 三元雞 多少油 三元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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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旁邊 這裡有些 應該是 沙薑豉油 我猜 我猜 鴨蛋 鴨蛋 這樣 嘩 很棒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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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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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肉 很棒 我很怕吃鵝肉 因為上面的肥 很肥 完全沒有這種情況 但是一定要加上沙薑 這次我們廣州吃的白切鸡 蘸薑 蘸薑 不要見那麼多油 吃起來一點都不肥 它有少少蒜蓉的香味 沙薑味不算好 而且大家再看看 份量也不少 至少一塊皮 看上去應該都比較肥 也就是僅此而異 但最精彩的是這個 有時候有些鹹蛋 它會很鹹很鹹的 我家以前買過的海鹹蛋 那些真的太鹹 好吃 貴好吃 你不敢吃那麼多嗎 這個剛剛好 真的完全刷新了我對鵝肉的認知 以前我吃鵝肉 只是喜歡吃燒鵝 但這些滷水 滷鵝 基本上我不碰 大家看我的影片就知道了 今次改觀看 這個 這個調味很好 我不會認為它是沙薑 有一點點味 蒜蓉味居多 然後再加一點鹹蛋 這個部位雖然油不多 但也好吃 而且你每晚都想不到 這裡原來也有廣州老街坡 剛剛坐在我對面那兩位 就是廣州老街坡 他們對我的選機很興趣 選一塊有骨 這塊 這塊 點滿些 薑蔥 炸薑汁 哇 嗯 它跟我們白節雞一樣 真的骨也有味 完全不同一種吃法 它裏面沒有那麼肥的 肉是緊實一點的 但又未至於咬不開那種的 我老婆經常笑我 吃白節雞 只是喜歡吃白肉 你都不懂得吃的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有時候 不是很喜歡吃骨 但我喜歡一塊 沒有骨 那種 但這些又不同 這些呢 它是碎骨 不是太多 當你吃完一塊鵝肉 點了醬汁 你可以點多一點 點多一點鹹一點 點少一點 沒有那麼鹹 然後呢 再吃一塊鹹蛋 鹹蛋呢 吐出來是很有技巧 你不可以只吐得有白 最好呢 就是 你可以吐到 裡面有白又有鵝 然後呢 有一點點 做到一個飯面 甚至乎呢 你吃得再絕穩一點 這樣 說那些油香味 一定很足 嗯 那種沙沙的感覺 是 我想 真的沒有什麼食物 可以代替得到 相比之 有骨的部分 我更喜歡這一部分 是啊 懶骨 說回鹹蛋黃 它吃完之後 不會令它覺得太鹹 鹹味呢 都是這個醬汁 然後呢 它是有餘韻的 嗯 再吃點鵝肉 嗯 又是這些不打不撞的小店 其實我在我的頻道 曾經說過 有幾個地方呢 你想吃其他地方的菜呢 有幾個地方你要去 比如說 大學的後門 因為呢 大學很多都是來自 廣東省內其他地方的 同學仔嘛 像是潮山的 像是站桿的 像是客家的 那他們的食物 是經過同學仔驗證 甚至乎不敗 還有一些呢 還有同學仔的家長 那同樣地 有很多外省人 在廣州做工的 城中村這些 有兩種美食 你可以試一試 會有什麼人呢 會有 湖南人 有少量湖北人 尤其是湖南人 四川會少些 如果要吃湖南菜 在廣州 你不介意環境的話 其實在城中村裡找 一樣可以找到好東西 就好像今天也有 對面呢 我看到也有幾家 走上去都會有 鑑江菜食 鑑江這些 白切磨 各種的 一定不會太差 我決定加一隻鹹蛋 是一個很名次很名次的 我慢慢吃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為止 約定各位觀眾 下集見 然後呢 從今集開始 才真正正正入到 看龍船的棄育 包括今個星期六 接下來也會有 下星期五月初五 也會有 約定大家 到時見 拜拜 你們 下次見